在今天的视频中,我将带你们快速参观一下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园,展示一下中国文化在校园中的重要性。 务必观看至视频末尾哦! 乘坐179路巴士前往南洋园,Nanian Garden,是一种方便的方式,以下是具体的乘坐直南。 查找巴士站,首先,你需要前往里里所在的最近的179路巴士站。 你可以在附近的公交站牌上查看巴士179的路线和站点信息。 检查时间表,在等候巴士时,可以查看巴士179的时间表,确保你了解巴士的发车时间和间隔。 南洋理工大学,NTU,位于新加坡,是该国最大的大学之一,也是世界排名靠前的研究型大学之一。 成立于1991年,NTU以其卓越的教学和研究而闻名,拥有广泛的学科领域,包括工程、商业、社会科学、艺术等。 NTU拥有现代化的校园设施和先进的教学科研设备。 学校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学生,为他们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机会。 NTU还与许多国际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,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。 此外,南洋园是NTU校园内的一个美丽景点。 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花园,融合了自然元素和现代景观。 南洋园是学生和访客休闲的理想场所,提供宁静的环境,供人们放松身心,欣赏美丽的植物和景色。 在南洋园中,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植物,花卉和池塘,营造出宁静和宜人的氛围。 南洋园位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,NTU,校园内,是一个迷人的花园景点,吸引着许多学生,教职员工和游客前来欣赏其美丽的景色和宁静的氛围。 南洋园以其精心设计的景观而闻名,将自然元素与现代美学巧妙结合。 在这个花园中,你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植物,花卉和树木,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美感。 池塘,小桥和石镜穿插其中,营造出宁静而宜人的环境,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自然的怀抱中。 南洋园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景点,也是一个供人们放松休闲的理想场所。 许多学生喜欢在这里散步,阅读或进行休闲活动。 在这个宁静的环境中,人们可以摆脱日常的压力,尽心欣赏花草树木,感受大自然的美好。 此外,南洋园还举办各种活动,如护外应乐会、文化节等,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文化和娱乐选择。 无论是学术探索还是休闲放松,南洋园都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,为人们带来愉悦的体验和美好的回忆。 无论何时何的,南洋园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,吸引着人们前来欣赏其独特的自然景观。 感谢观看 南洋园 内的1955拱门是南洋理工大学校园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象征着学校的历史和成就 以下是关于这个拱门的描述 1955拱门是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建筑 以纪念学校的创立年份 它是为了庆祝学校的成立而建立的 向人们展示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和成就 好的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 请帮忙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新视频通知 期待与大家早日再见